古藝道是我國古代陸地交通主通道 主要用於人員、文書、物資的往來運輸 河山市南海區在自然村落 歷史人文普查中 就發現了三條明清古藝道 其中一條是南海古藝道 西線途徑的官窯段 它給後人留下了 彌族珍貴的歷史價值 旺朝末年五代十國南漢鑊設斑徒堯而得名 特別有西南蔥 古時叫屈水 有水路的運輸 所以造成官窯當時非常繁榮 隨著水稻運輸和製陶業的發展 從宋代開始 官窯逐漸成為一個熱鬧的虛震 到了明清時期 官方在官窯設有驿站驿鋪 在水網地帶 古時驿站大都依水而建 而驿道的走向 也大致沿著河流的方向 沿沿四方 南海古驿道西線 沿著西南沖的低圍而撲駿 盛極意識的官窯十里長街 就是其中一段 山水那邊過來的 由西到東 經過官窯十里船街古驿道 就去旅水那邊 整條街是三板石的 三板白石鋪成的 全牆有10馬里 相當於5公里 官窯十里長街長衣自行 起點在街頭村 三板石卻早已埋藏在水泥路底下 向東走不到一公里 來到一圓西路的社區文化廣場 這裡矗立著一對形似馬蹄的石柱標誌 據史料記載 清代官窯鼎盛時 有金银雜貨店舖三百余間 虛內人口過萬 形成了遠近聞名的石氏 義氏鐵網塵氏三氏 在古道尾段的七府村 有一座南越罕有的 欄杆詞 塵氏宗祠 至今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 為紀念舉人陳渡致縣由方而建 宗祠外古朴精致的雕刻欄杆 宗祠內栩栩如生的紅木文室 彷彿在訴說著官窯的千年文遇 十里長街十里商 繁榮兴旺不尋常 如今古一道保護利用工作 在南越大地展開 南海也積極挖掘 散落在古一道沿線的文化和景觀資源 助理鄉村振興